在海洋广场上 时代力量党主席陈娇华与秘书长白清芬 为金融市长参选人陈威中披上战袍 陈娇华表示陈威中在议员期间理性问证 更推动许多进步的议题 因此推荐他代表时代力量参选金融市长 希望与金融市民共同打造更好的基隆 时代力量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 我们踏出非常大的一步 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我们推出县市长的参选人 那陈威中议员在议会 在议员的任务任期中 我们知道他表现的非常的优异 也受到市民的肯定 尤其在年轻朋友 对威中的支持非常的高 那这也是他愿意放弃连任的机会 愿意挑战为基隆奉献更大的市长的任务 所以今天时代力量在2022年第一次推出 县市长的参选人从基隆出发 也是我们认为台湾需要有一个年轻的力量 这个正义的力量 而且是有能力的力量 陈威中则强调在海洋广场接受战袍 象征时代力量市长参选政治起航 他并以上海共好移居港督提出九大市政愿计 放弃连任市议员 毅然决定参选基隆市长 就是希望让基隆人除了蓝绿外 能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身后就是基隆港 那其实是基隆连接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接点 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市民的广场 在这边我们时代力量呢 象征说基隆的这一场选战 我们在这里出发 那我也很荣幸成为时代力量提名的基隆市长参选人 那我们也认为是说 今天其实会透过这场记者会和市民说我的市政愿景 我们总共我们最重要的市政主轴是 山海共好 宜居港督 那其实这是非常有基隆特色的 我们跟环境自然可以共存共好 那同时呢我们又破坏一个 处于港督的永续发展的愿景 除了陈威仲 包括安乐区市议员参选人江兴怡 及七土区市议员参选人陈凯宏 也分别说明参选政见 期盼透过新政治的突围翻转基隆 山海共好 宜居港督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是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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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